您好 今天是101年的9月1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周末港都新闻 和我们去走进港都的大街小巷 来感受一下高雄的热情与温度 再过不久就中秋节了 如果您吃腻了台式跟港式月饼的话 何不换点南洋的口味呢 有群东南亚的妇女们和台湾的妇女 共同创新的中秋礼盒 用的是六款东南亚和台湾的点心 而且一开卖就卖了上百盒呢 特别穿上越南传统独式演出短剧开场 几位东南亚姐妹干台湾妇女接连提灯笼走秀 端出心血结晶 原来是亲手制作的中秋节礼格 宣告开卖了 那因为在这个南亚一口书 跟台湾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它里面吃起来就会酸酸的 然后比较不像一般的很甜 我们就会酸酸的 特别是在酸 然后里面我们糖也不会放 所以它吃起来会酸酸一点点的微甜 那吃起来会怎么样 幸福的好滋味 在中秋节前夕推出告称全台湾第一个 由东南亚姐妹与台湾妇女 共同发行的中秋节礼盒 以在地素材融入南洋风味 包含一年一口酥等 六项东南亚及台湾小点心 虽然强调低油 低盐 少糖 无防腐剂等健康诉求 但人不失美味可口 马上吸引到场来宾下订单 其实对很多我们的南洋的姐妹来讲 她们其实没有方法 没有know how 但是我们这一次结合了我们的产观学 能够在这个地方 我们推出这样一个新的组合 新的包装 我想这次真的是我们全台湾的第一次 那也是姐妹们的第一次 我们也本着这次计划的成功继续来努力 所以为我们高雄市的中高龄的妇女 做最好的一个创业计划 或就业计划 福岛合作单位帮忙促修 邀请民众以行动关怀 多元文化 支持妇女产业 过家节 港东新闻吴芝宇 王兽宇 采访报导 各位n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